好,那大家一起试一次 从立方体开始,有一个object data object data 下面有个sharp key 那在这里 我们先加一个,这是basis 接下来呢 再加一个 这是key1 key1但是我们要进入edit mode 随便拉一下 好,ok 然后 恢复到 原来的模式 然后呢 拉 你就会发现它 再改变 OK 那你不只是可以做这种事情,当然你也可以做 别的 再 加另外一个 加key2 OK 接下来呢 选择 选择这个面模式 选择面模式 然后呢 gz 压点 压点 OK 按tap 回到这里 然后呢 在这里 T2的地方 就拉 然后压点 OK 那你也可以 搭配key1 搭配key1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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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这是 shapekey的最简单示范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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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